佛以教今,和尚你慈悲。 诸位法师,诸位基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 第七面,甲二,圣中分。 那么,前面的细分呢,是赞叹释迦牟尼佛,从最初的出生,到出家,乃至于成道,转法轮入涅槃。 那么,等于是把佛陀一生当中所成就的智力的功德,更立他的功德,做一个简列的说明。 就是赞叹说法主的功德。 那么,这一颗以下呢,正中分呢,等于是正式说明佛陀的遗教。 那么,在讲佛陀遗教之前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么,在佛法的修学内涵当中呢,有两个法门是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生性业果。 第二个是皈依三宝。 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为佛弟子啊,首先应该对于生命的果报啊,升起信心。 那么,我们一般人对于生命的果报呢,总是觉得生命只是一个偶然。 也就是说呢,整个生命就只有今生的生命。 没有所谓的过去的生命,也没有所谓的未来生命。 所以呢,只有今生的生命啊,就会引起一种即时行乐的思考。 那么,对于来生的生命啊,就没有所谓的目标,没有任何的期许。 那么,这样子讲呢,他自然就不会断乐修缮啊。 那么,就跟着自己的感觉,来做任何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颠倒。 那么,我们刚开始对生命的果报呢,要相信所谓的横转如暴流。 生命是一个没有穷尽的水流。 他有过去的生命,有今生的生命,也有来生的生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学学佛法。 第一个,对生命的果报建立信心。 第二个,对业力生起信心。 那么,这个无量无边的水流呢,他在整个三界六道当中呢,有时候成就安乐的果报。 有时候成就痛苦的果报。 他是由我们自己的深口意的业力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创造了善业。 那么,对我们的男生的生命呢,将会遭感安乐的果报。 那当我们造了罪业,那么对我们的男生呢,就会遭感痛苦的果报。 说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 这个果报呢,是由业力所创造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刚开始呢,就是生性业果。 那么从生性业果当中呢,我们思维到我们无量节的流转啊,在整个三界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啊,累积很多很多的生死的业力。 所以我们在流转当中呢,我们是一个业力凡夫,自己没有出离三界的阴影。 第二个,我们相信三宝有道威德利,他决定能够救保我们。 所以从业果的思考呢,我们就真实的归一三宝,祈求三宝的救护。 所以从生性业果而带动的对三宝的归一。 那么,归一三宝在修学的内涵当中呢,有两种的不同。 第一个是佛在世的时候。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呢,佛陀的心中呢,有所谓的根本志跟后德志。 根本志就是佛陀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啊,他能够安住在极尽安乐的涅槃。 这是自受用的功德。 那么佛陀的后德志呢,他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而赐给我们适当的教法。 也就是说呢,在归一三宝的时候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以佛为师。 因为我们只要亲近佛陀,那么佛陀就知道我们的根基适合修学什么法门。 我们遇到了障碑,佛陀也知道如何来引导我们卸脱这个障碍。 所以在整个三归一当中呢,佛在世时是以佛为师的。 那么,当佛陀灭度以后啊,佛陀的色身已经不再存在了。 我们再也见闻不到佛陀的色身,再也听不到佛陀的音声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归一三宝就有所变化了。 我们这个时候不再以佛为师了,而是以法为师了。 以佛陀一生当中所宣说的戒定会的法门, 经过弟子们的结集,而辗转流通后世的这些戒定会的法门, 就是变成我们向法时代跟末法时代所归一的处所。 那么佛陀在灭度之前啊,既然众生即将要以法为师, 那么佛陀必须在整个无量的戒定会当中呢, 做一个简单恶药的开示, 把比较重要的部分啊,把它标明出来。 那么使令弟子们能够有所这个修行的标准。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正宗分以后所要宣说的佛陀的遗教。 那么这个我们看讲义,正宗分分二。 那么在佛陀的遗教当中呢, 佛陀大师呢,分成两颗。 以一,民应共世间法要。 以二,民应不共世间法要。 好,那么在修邪佛法当中呢, 首先我们应该要修共世间的。 共世间的就是共以世间的君子所修学的人天善法。 也就是依止持戒修福, 而成就人天的安乐果报。 那么这是第一个休闲的内涵。 那么因为它是共以人世间的君子来修学的, 所以叫共世间法要。 其实呢,民不共世间法要。 那么这个法门等于是世间的法门所没有的, 只有佛法才有的。 那么只有佛法当中所成就的出世的泄脱功德。 那么也就是我们透过修学禅定跟智慧, 而成就永恒的泄脱。 那么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教法, 或者是外道所没有的, 所以叫不共世间法要。 我们先看第一个仪义, 民共世间法要。 那么在共世间的人天善法当中呢, 分成三颗。 秉一对治血液法要。 秉二对治止苦法要。 这个苦加一个止, 停止的止。 秉三对治灭烦恼法要。 这个是讲到这个共世间的法要。 那么先看秉一的对治血液法要。 那么这个血液呢, 等于是一种邪恶的夜行。 也就是障碍修学圣道的, 都叫做血液。 那么既然是对治了, 这个地方当然指的是持戒。 透过持戒来对治血液。 那么这个持戒的这一颗呢, 有四颗。 第一,明根本清净戒。 第二,明方便眼淋清净戒。 第三,明戒能生诸功德。 第四,说欠修戒。 说欠修戒利。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讲到这个第一颗, 就是对治血液法要。 那么对治血液法要当中呢, 等于是讲到持戒的内涵。 先看第一颗,明根本清净戒。 那么我们看经文。 如等比丘, 以火灭后, 应当尊重, 当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 如按一名, 凭人得宝。 当支持者是如等大师, 若我注视无意此也。 那么, 首先佛陀在灭渡之前呢, 就讲到了这个根本清净戒。 这个根本清净戒是有四条戒了。 就是不杀, 不道, 不隐不忘。 那么佛陀在灭渡的时候呢, 先招呼了如等比丘。 那么这一颗呢, 是说明所依止的法门。 那么佛陀在先说所依止的法门之前呢, 是招呼了如等比丘。 那么这一段呢, 事实上在后面的经文啊, 处处都谈到如等比丘。 那么偶尔大师说呢, 这当中啊, 有三层意识。 第一个, 试眼离相顾。 那么这个比丘当然是一种初识的声纹。 他有眼离世间杂染相的功能。 所以呢, 如等比丘呢, 他是指示啊, 这个是声纹众所修学的一种当题的法门。 声纹众是当机众, 试眼离相顾。 第二个, 试摩眼方便道顾。 摩眼等于是大乘。 那么佛陀讲述等比丘呢, 也等于是要求所有的菩萨呢, 也应该要共同修学。 因为这是大乘法门的前方便。 因为声闻法是菩萨的前方便。 那么一个菩萨没有声闻法的智力做基础, 自然是没有所谓的清净的菩萨道。 所以佛陀在讲述等比丘呢, 也是指示了大乘佛法的一个前方便。 第三, 是世众之首顾。 那么在佛陀的在家恶众, 跟出家恶众的世众当中呢, 比丘是世众之首。 所以挤其首啊, 这世众该之。 那么也就是说呢, 即使你是人天正的根性呢, 你也应该随学。 因为比丘是世众之首。 那么挤其首呢, 就包括了整个世众要共同修学的。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啊, 这个卢等比丘呢, 从意理上来说啊, 佛陀招呼如等比丘啊, 那么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以下的经文, 他所摄受的当体呢, 是生文重。 但是呢, 他是旁通菩萨跟人天正的根性。 等于是所有的五称的根性, 都必须要修学。 所以佛陀招呼了如等比丘。 以我灭后, 那么在我灭度之后, 也就是说呢, 这个法门, 在什么时候开始修学呢? 是说明啊, 佛陀灭度以后啊, 这以下的法门, 就是诸会要修学的法门。 那么在佛陀灭度之后呢, 应该怎么办呢? 当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 这个波罗提木叉呢, 是别别泄拓。 就是佛陀所制定的戒法, 包括在家的五戒八戒, 乃至于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 那么这些戒法呢, 如果我们能够奉持一分, 就得到一分的泄脱。 奉持十分, 就有十分的泄脱。 所以叫做别别泄脱。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一层意识啊, 佛陀要我们尊重真净啊, 这个戒法呢, 有一层意识呢, 偶一大师加以说明。 那么偶一大师在这个注解当中说啊, 佛陀的身有两种, 一种色身, 二者法身。 那么当然佛, 佛战士的时候, 我们依止佛的色身而住啦, 跟佛陀共住在一起。 那么听闻佛陀的教诲, 来灭耳身上。 但是佛陀的色身, 他也是会有所谓的生老病死。 他是一种生灭之法。 他有出现, 他就会有消失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佛陀的色身, 我们不能长久的依止, 只能够暂时的依止。 那么现在佛陀灭度以后呢, 佛陀要我们不要依止色身了, 我这个臭皮囊已经是坏掉了, 即将要腐败。 那么佛陀要我们弟子们呢, 应该要依止佛陀的法身而住。 那么佛陀的法身是什么呢? 就是无漏的戒身、定身、慧身、 跟泄脱身、泄脱之戒身。 佛的五分法身。 你比如说是在阿兰经上啊, 这个讲到摄提佛尊者即将灭度啊。 那么阿兰尊者非常的悲痛, 没办法接受摄提佛要入灭的事实。 那么佛陀就把阿兰尊者找过来说啊, 说阿兰啊, 那么摄提佛射身要灭度的, 那么摄提佛尊者内心当中的戒身、定身、慧身, 那么他入灭了没有呢? 阿兰尊者说佛也是尊。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 身为一个佛弟子, 当然佛陀是我们的规律。 但是佛陀的射身,他也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时候, 弟子们遇到佛陀的灭度啊, 是非常的悲痛。 内心当中感到顿失医护。 所以佛陀说啊,弟子们, 你们不要感到悲伤。 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 你应该依止我的法身而住。 那么这当中的法身呢, 包括戒定慧。 那么这当中先解释, 这个依止戒身而住。 那么应该怎么样如法的依止戒身而住呢? 这以下讲出的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尊重, 第二个是尊敬。 那么林氏律师呢, 对于这段的经文的解释啊, 他说呢, 这个尊重啊, 就是保持不失, 为之尊重。 那么这个尊敬呢, 就是谨慎不慢, 为之尊敬。 我们加以解释。 那么既然是以戒法来安住, 那么应该怎么样来如法安住呢? 首先我们对于戒体啊, 要不断的去意念我们的戒体。 也就是说呢, 我们曾经在三宝的面前发现, 赤断一切恶, 赤修一切善, 赤度一切众生。 那么许下了我们修学佛法的一种目标。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不断的意念啊, 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 过去的你已经全部死亡。 那么你现在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那么你已经受了戒法, 你内心当中以许下试验, 要断恶修散度众生。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再去做错误的行为, 再去起邪恶的念头呢? 那么这个当中呢, 就是你要不断的意念你的戒体。 那么这个戒体, 经过我们不断的意念啊, 它的势力就会增长广大。 我们这一念心所产生的防飞止恶的功能, 也会不断的增加。 我们遇到这些掌握的境界啊, 就能够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 能义, 能耻, 能法。 那么这个就是在依止戒身而住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尊重。 要尊重自己所纳受的戒体。 那么这个是一种内心的关照。 其次呢, 要增进。 那么前面呢, 是内心的关照啦, 这以下是外在的一种行为。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口恶业啊, 应该要谨慎的付持我们的戒恨, 不要对戒法升起轻蔓之心。 这个就是所谓的增进。 那么佛陀在灭度之前啊, 告诉我们弟子们, 应该要尊重乃至于增进佛陀所制定的戒法。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以下佛陀说明这个依止戒法而住的理由。 那么这个第二段正式说明依止戒法的功德。 如按一鸣, 凭人得饱, 当知识者是如等大师, 若我注视无意识也。 那么弟子们, 虽然遇到佛陀的色色灭度了。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法的尊重, 增进这个戒法呢? 那么我们的生命啊, 会有两种功德。 第一个,如按一鸣。 那么这个按呢, 是指着我们过去生当中所累积的烦恼跟罪业。 那么这个就比喻做黑暗。 那么这个戒法呢, 就像黑暗当中能够出现光明。 那么我们能够如法的尊重, 尊重, 深进戒法, 就能够破除我们内心当中所累积的烦恼跟罪业。 就是有这种灭恼的功能。 如法的实戒能够灭除罪障。 其实呢, 贫人得宝。 那么这个贫人呢, 贫穷的人呢, 是指着我们内心当中, 无量节当中啊, 没有佛法的善根。 对佛法的信, 禁, 念, 定慧的善根, 非常的缺乏。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法实戒呢, 就能够由这种善根的缺乏, 而增长我们对三宝的信心, 乃至于所谓的精进心, 乃至于所谓的智慧心等等。 就是说, 我们如法的实戒啊, 有这种深善的功能。 灭有深善。 所以佛陀说啊, 当之辞者是如等大师啊。 这个佛陀所制定的戒法, 是我们一种大, 这个大是殊胜的意思, 特别殊胜的一个导师。 若我自是无一此也。 因为我们, 我们生长在佛世, 那么即使我们跟佛陀生活在一起, 那么佛陀给我们的功能, 也是只有灭有深善的功能。 那么就算佛陀不在了, 那么我们依止佛陀的戒法来尊重, 尊敬, 我们也产生灭有深善的功能。 那这样子的讲呢, 我们能够如法实戒啊, 就等于是跟佛陀住在一起的效果啊, 就没有差别了。 所以讲, 若我住是无一此也。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在灭渡的时候的第一个交代啊, 要我们能够好好的受持四众戒法。 那么透过四众戒法的受持啊, 产生灭恶深善的功能。 这个四众戒法啊, 在乐园经啊, 也是非常强调啊。 乐园经说是这个四众戒法等于是, 三世诸佛的四种清净明慧。 那么在乐园经上说啊, 我们积极一个善业,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这个善业也可能会遭感一种有肉的福报。 第二个, 我们积极善业呢, 也会成就一种清净的功德。 那么这个清净功德的升旗的关键呢, 就是以四众戒法来做判定的标准。 所以讲, 四种清净明慧, 是三世诸佛对清净功德的一种判定标准。 那么乐园经上说呢, 说以撒生为例, 比如说你造了这个善业, 你这个广泛的布施, 来自于忍辱, 来自于禅定智慧的善业, 很强。 但是你这个杀心很重啊, 那么你来一生呢, 会因为这个善业的关系啊, 而堕落神道。 如果是你福报大, 就做这个鬼王。 福报小呢, 就这个鬼将鬼兵等等。 看这个意思啊, 我们看历史上有些民族英雄啊, 或者是, 所谓的革命烈士啊, 他们也是积极很大的善业, 畏公畏众。 但是这个杀业众啊, 就很可能会堕落到这种鬼王的境界。 因为这个四种清净明慧呢, 他是判定一个人, 是不是成就中贵果报跟卑贱果报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我们积极善业而广造杀业啊, 就容易堕落到神道。 第二个, 假设我们积极善业而患的偷盗啊, 那么就容易堕落到邪道。 这个邪道呢, 就是那个三金鬼怪。 这个三金鬼怪呢, 这白天不敢出来, 晚上出来啊, 专做一些偷鸡魔果的事情。 就是这个偷盗的业啊, 这个以后有这个果报, 邪道。 第三个, 邪隐。 那么邪隐的业呢, 会容易遭感这个魔道。 如果你这个金针的善业强, 那么做魔王, 那么善业伯落, 做魔名跟魔女。 这个银啊, 是遭感魔剑鼠的一个阴眼。 第四个, 妄语。 那么妄语就是邪起之心啊, 那么就会使令我们所修的善法, 都不能成就。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陀的四种清净明慧啦, 就是在三世诸佛讲到阴眼果报的一个, 清净果报跟杂兰果报的一个, 判定标准。 所以佛陀在你灭度的时候啊, 要修行人啊, 首要之物, 就是护持四种戒法。 那么以四种戒法的护持, 来灭而生善。 这个是第一个开始。 好, 我们看丁二的, 命方便眼底清净见。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 这个从本经的解释啊, 词戒的功德有两种, 一种是成就所谓的功德, 一个是成就的安稳。 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根本戒法的违犯啊, 那么我们就施记得清净的功德。 就是你来生啊, 即使你修种种的布施放生的善业啊, 你违犯四种戒法, 你那个善业不能成就尊贵生, 是在悲贱生, 可能是畜生到去享受福报。 所以呢, 四种戒法所影响的是我们的功德的成就与否。 那么这个方便眼, 眼离清净界等于是遮戒啦, 它影响的是安稳性。 那么这以下的戒法有所伟患呢? 就是说你功德在, 但这个功德啊, 变成不安稳。 这功德有所折损。 就是不安稳。 那么前面是影响到我们这个功德的有无。 那么这一下这一刻呢, 是影响到我们的功德, 是安稳不安稳的情况。 好,我们看经文。 此境界者, 不得贩卖贸易, 安置田宅, 续养人民, 奴备畜生。 一切种子, 集住财宝, 皆当远离, 如辟佛坑, 不得斩花草木, 坑土决地。 那么, 方便远离清境界呢, 欧义大师的注解是分成三大科。 这个地方先解释第一大科。 这一科呢, 是说明远离凡夫的真过。 这个真呢, 是真家的真。 远离凡夫的真过。 就是凡夫在这以下的十一件事情呢, 就容易增长过失。 那么十一条事情啊, 我们逐条解释。 第一个呢, 就是饭。 贩卖贸易有三件事, 先讲饭。 那么饭呢, 等于是方便求利。 方便求利呢, 就是说啊, 你是买贱贵。 你把东西啊, 这个低价买进, 等到这个高价的时候卖出。 那么这个就叫饭。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是方便求利, 假借这个买卖啊, 来求取利啊, 叫做饭。 那么这个卖呢, 卖呢, 它是属于现前求利, 现前。 那么现前求利, 跟方便求利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饭啊, 就是你啊, 你刚开始就有把它想要卖出的动机。 就是你把这个买卖当做你的职业。 但是这个卖呢, 就是说, 你在买的时候呢, 并没有意思想把它卖出去。 但是后来你不需要了, 你就用高价把它卖出去。 那么这个就形成卖。 它是属于现前的因缘, 而成就这个利养。 第三种是贸易。 那么这个贩卖当然都是跟钱有关系啊, 透过钱来做一个媒介。 这个贸易它没有透过钱啊, 是以物计物, 我把账物, 那么跟某人交换以物。 以物计物。 那么当然这个以物计物啊, 这当中等于是在换取这当中的这些价差。 也是求取利啊。 那么这三种的贩卖贸易啊, 对我们来说啊, 就容易增长我们的贪欲的烦恼。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 在律上的意思啊, 贩卖贸易啊, 这三件事情啊,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 如果是出教中跟出教中之间啊, 是可以做一些以物议物的。 你是出教中, 我也出教中。 但是呢, 不能够有这种投机的价差。 就是你当初是什么样的价钱, 就买什么价钱, 跟对方交换。 那么在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出教中跟机制当中呢, 就不能有任何的贩卖贸易, 不可以。 那么如果生团当中啊, 有一些种植水果啦, 或者种植各式各样的东西要卖啊, 那么我们应该透过机制来做代表。 不能直接有出教中, 来跟机制做贩卖贸易。 就是只能够开言, 由机制来跟机制做贩卖贸易。 那么这个是有三条, 三条界。 看第四条。 安治田宅。 那么安治田宅呢, 等于是广泛的, 来购买田地跟屋宅。 那么田地屋宅购买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的过失啊, 增长过失, 增长什么过失呢? 就是求多安稳的过失。 就是产生一种安稳的过失。 这个安稳为什么是个过失呢? 佛法的意思啊, 就是我们出教中的心情啊, 对于这个三界的果报啊, 是观三界如劳逸, 是生死如焉迦。 好。 那么我们对于三界的果报啊, 是要感到是一种无常, 一种痛苦的感受。 那么这样子呢, 启发我们一种要精进追求圣道, 精进归于三宝的觉醒。 那么你现在广泛的安置田宅啊, 你这样子想要出离三界的心就松懈了。 那么这个出离三界的心是整个修行的动力。 你出离三界的心一松懈以后啊, 你即使广泛的拜参, 广泛的练佛啊, 那么你这些善业变成没有方向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安置田宅的意思就是说啊, 我们广泛安置田宅啊, 就会容易对三界的果报产生直取啊。 那你命中的时候, 就很可能造成一种正念的过爱。 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劝我们啊, 不要安置田宅。 那么当然为了三宝的音言是开源的。 第五,续养人民。 这个人民呢, 是指的外建属。 这个内建属当然是我们的徒弟了, 我们的徒弟当然我们应该续养了, 因为徒弟应该要以法以食来教育弟子。 那么这个外建属呢, 就是他不是佛教徒的一种工作者。 他可能是这个水电工啊, 或者是土木工等等。 那么他本身不是佛教徒啊, 他跟我们住在僧团啊, 他本身的身口意会有过失啊。 那大家不是同修凡横啊, 是不能共住的。 他本身的行为, 会掌握整个清净的身团。 所以佛陀要我们不能续养人民。 就是说, 你有事情请他来工作, 但是工作完请他回去。 不能续养人民。 第六,奴备。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了续养奴备。 这个奴备前面等于是贯穿续养这两个字。 这个前面的人民是一种工作。 这个地方奴备呢, 是侍奉我们生活取居的仆宠。 就是出交送啊, 我们不能应该请那个印尼佣啊, 菲律宾女佣等等。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呢, 有增长高慢性的过失。 那么我们请这个奴备来为我们做事啊。 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以后啊, 内心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那么这种高人一等的心呢, 就会障碍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进步。 你就很难再进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慢三高啊, 法水不入。 你就很难去听别人的欠见。 那么你听不到别人的欠见啊, 就很容易摘跟斗了。 所以这个不能续养农备。 第七,不能续养畜生。 那么这个畜生啊, 这个欧主的解释有两个了。 第一个是以求利养的, 来续养畜生。 你养这个鸡啦,养鸭啦, 那么去卖。 那么这样子就容易造成这个杀生的一个助缘。 其实呢,不能续养一种像猫狗。 那么猫狗本身呢, 它会去追杀老鼠啦, 这些弱小的动物。 那么它们也可能会造成一种杀生的因缘。 所以这个我们应该 去续养畜生。 第八,一切种植。 这个一切种植, 包括种菜啦,种水果啦,种树等等。 那么这个种植有什么过失呢? 多株杂物。 多株杂物的过失。 那么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修行人啊, 我们精神体力是固定的。 你把精神体力放在这个种植啊, 你待会修止关的时候, 你就打瞌睡了。 精神体力耗赏光了。 所以说这个多株杂物啊, 就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 集诸财宝, 就是把这个财宝把它保存下来, 把它积极下来。 那么这个继续财宝呢, 就会造成一种迁滩的心理。 这个地方倒是很妙。 我们一般人总是觉得说, 照理论上来说, 一个人钱越多啊, 他应该是越大方, 越肯不失。 但事实上刚好相反。 我们注意到啊, 一个人你的钱越累积越多的时候啊, 你越迁滩。 就是你有十万块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锁定到一百万。 你一百万的时候, 你就锁定目标在一千万。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贪欲是不可能满足的。 就是你这个欲望啊, 你越刺激它, 它是越大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佛头的智慧就是说, 你这个有多余的钱财, 要赶快布施出去。 当然你有为了三宝洪华的一些目标因言, 那是除外了。 那么你的心思是为了三宝来续存。 那么如果你为了个人来续存财宝呢, 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欠滩的心情。 第十, 皆当眼离足癖否坑。 我一大师说, 这个也是过失了。 这个是什么过失呢? 不觉悟的过失。 就是说, 我们对前面的十条过失的事情啊, 我们内心当中啊, 没有生起想要远离的心情。 不把它当作一种火坑一样来披免。 虽然你没有造作, 但是内心当中不想远离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过失了。 这个是什么过失呢? 就是不觉悟的过失, 疑痴的过失。 第十一, 不得斩花草木, 啃土结地。 这个草木啊, 它为什么不能砍花呢? 有两层意思啦。 第一个, 这个草木呢, 多数是这个畜生所依止的畜所啦。 很多的畜生依止草木而住, 你在砍花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把他的这个身体伤害到。 就有这个杀生害命的过失。 其实呢, 比较高大的草木啊, 就是过人头的草木啊, 都是鬼神所依止的畜所, 叫鬼神村。 你这个, 把这个他的处所破坏了啊, 他容易起撑心啊。 所以在例上说啊, 我们如果说是要砍花一个高大的树木啊, 要先跟鬼神沟通一下。 最好是一个礼拜, 插个箱, 说我们今天有三宝寺的因缘, 请你能够搬离这个处所。 我们在一个礼拜的某一天, 要把这个处砍掉。 希望你慈悲, 成就三宝的功德。 那么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呢, 如果有异象出现, 就是他有跟你托个梦啊, 或者是他不想搬, 有些鬼神他很执着我, 这个地方我做的好好, 你为什么要我搬呢? 那么有异象出现的时候, 你就不能动。 等待一眼。 这样子。 那么一个礼拜当中都没有异象, 表示他同意, 他不同意你的看法。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个草木啊, 是畜生跟鬼神的依子处所。 那么草木不可以砍发, 土地也不可以啃掘啦, 这个土地当然很多的畜生啊, 这个这个这个蚯蚓啊, 很多的众生都是依子土地而住, 那我们去啃土节地啊, 就会去伤害到他。 所以这个, 展花草木, 啃土节地啊, 是有沙山害命的过失啊。 这种情况, 在律上是要使这个禁人来做的。 那么这一这一总共有十一条啊, 都是眼迪凡夫的真过。 那么古德对这十一条的总结啊, 就是说有三个情况。 就是这十一条呢, 有三种过失。 第一个, 增长烦恼。 就是在这个, 造作这贩卖贸易啦, 安置田宅啦, 很容易产生贪嗔的烦恼。 增长烦恼。 第二个, 妨碍修道。 那么我们在这十一条当中呢, 种种的造作啊, 就耗损很多的精神体力啦。 那么对我们修道就产生分心, 产生障碍, 妨碍修道。 第三个, 乖为威仪。 一个出家中, 跟人家做买卖啊。 那么乃至于种种的这些种植啊, 啃草结地啊。 那么这种乖为威仪的事情啊, 很容易被别人激险。 那么对众生呢, 即选我们, 就会使令众生对三宝退时信心啊。 那么这就是有三种过世, 增长烦恼, 妨碍修道, 乖为过世。 所以佛陀在临灭度之前啊, 要我们这个修行人, 应该要批免这十一条的过世。 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这个方便眼泥清静界啊, 总共是有三颗的经文。 那么前面一颗呢, 眼泥凡夫的真过。 就是有十一条的戒法啊, 我们应该要眼泥。 因为这一个十一条当中呢, 会增长我们内心的贪嗔的过世。 那么这一下看第二颗。 那么第二颗呢,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